欢迎继续收看新闻高峰会 台东布农族孝子猎人王光露 在2013年时 因为当时高龄94岁的母亲想要吃野味 她拿着在河床捡到的枪支 上山猎捕保育类的长宗山羊与山枪 结果被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跟野生动物保育法 判刑三年半定验 引发布农族跟原民团体 还有民间组织的关注 批评这个判决 抹杀原住民族的狩猎文化 王光露和律师也争取特别救济 2015年时任检察总长严大和 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获准 并且开庭审理全程直播 创下我国首例 两年后最高法院认定此案有违宪之余 裁定停止审判 并且申请释宪 这也是最高法院有史以来 第一次以何议庭法官名义提出释宪申请 后来经过学者官员等各方激变之后 2021年大法官作出 释字第803号解释 宣告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跟野生动物保育法合线 但是枪炮弹药刀线许可及管理办法 以及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及技艺 需要猎捕宰杀利用野生动物管理办法 部分为线 也就是说母法合线子法部分为线 然后不影响王光禄的判刑确定 因此同年总统蔡英文特赦王光禄 这也是蔡英文上任之后首度行使特赦权 不过免刑不免罪 虽然王光禄不用入肩服刑 但仍是戴罪之身 王光禄为了传承与守护原住民 传统狩猎文化和律师团继续争清白 检察总长邢泰昭2022年 为王光禄提起非常上诉 最终今年3月最高法院改判无罪 王光禄说心中石头终于放下了 这一起长达11年的诉讼 最终还给王光禄一个清白 也让猎人无罪不再只是口号 我跟他讲说我先起火 他们来了就马上可以烤 我叫他拿一点排骨 排骨就好了 我爸爸很喜欢打猎 他们讲究不是说要打很多 打个一两只就回来了 明天煮个汤 有汤可以吃也可以喝就好了 我五六年级的时候 他就说要不要去跟 既然我爸爸说要带我去 我就很高级 我们不是说一起追着拿枪 他是叫我们先剪 剪了以后要背 就从这边开始吸引出来 我们狩猎不是说要自己吃 是要给大家一起吃 我们是勇士就是所谓的猎人 要怎么样才能成为猎人 要被警察认证抓过的才是真正的猎人 对 司法院前狼烟冉冉升起 他是来自台东海端乡 龙泉部落的猎人汪光路 这一天他燃烧芒草 昭告祖林会捍卫猎人尊严 守护自身清白 更要为所有原住民猎人挺身而战 这场不能输的仗 导火线要回溯到2013年 我有九十几岁的母亲 她那天就跟我讲说 她很想要吃野味 所以我做一个儿子的 我当然一不容许说 小孩子有在 我自己去打就好了 我们那天就是也要从那边上去 所谓的狩猎 就是经过 看到有一个石头缝 里面有敞个一把枪 我就是很好奇 我们就用那一把来打 山羊跟山枪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对面那个山 有在寄木头的声音 所以有人报案 所有的派出所都跑过来这边是怎么样 埋伏 好时不时我们从山上下来 就被揽下来了 没有想到是说 她跟我讲说 去那边做个笔录 写一写你就可以回来 结果那个时候我一起靠手靠脚 在那边一个晚上 隔天才送到关山分级 分级又送到台东地检主 影响太大了 那天等大陆被抓的时候 我们这个部落里面都得一个 很想很紧张 我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事后王光路被依法起诉 案子进到台东地方法院 法官认为 王光路没有事先申请许可 就上山狩猎 而且使用从河床捡来的土造长枪 不是以原住民文化 所允许的方式制造 枪制来源也很难认定 与原住民文化有关 不符合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中 规定的自制裂枪条件 加上猎捕保育类动物的目的 是给母亲使用 不是基于传统文化与记忆 分别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和野生动物保育法 判处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三审定验 王光路必须入肩服刑 王光路它的鸡肉很好看 这不是这个鸡吧 不要说我自己 整个家庭都好像被连累到 性情不是说很快乐 我本人是很快乐的人 发生这种事情 觉得就好像有一些重担在肩膀上 好像不好走路 好像是有很重的那种感觉 难得又会所略 以前也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以前老人家怎么做 我们就是跟他们一样 所谓的传统就是文化要一直传下去 你没有传下去 然后以后后代就没有了 那我们这个原住民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我们坚持保持我们的文化 还是要传整下去 原住民从山林自然间 学习与万物共生共处 对他们来说 狩猎不仅是为了食用 还有分享 祭仪 节庆等用途 甚至与原住民传统文化息息相关 老一辈透过狩猎时的规范与禁忌 教导下一代 让年轻人懂得感恩土地与自然 也意味着文化传承 但原住民传统狩猎文化 与现行法规碰撞冲突 猎人 扁犯人 引发争议与关注 族人和民间团体纷纷声援王光路 猎不仅是为了 猎不仅是为了 2015年12月 时任检察总长的严大和提起非常上诉 开启王光路漫长的特别救济之路 2021年大法官做书试字803号解释 仅认定因保障原住民狩猎传统文化 但猎捕保育类动物违法 不过就在2021年5月20号 时任总统蔡英文考量 王光路狩猎是为了给生病的家人食用 大法官也认为狩猎自用属于原住民族传统文化范畴 所以特赦王光路免刑但不免罪 他也是被认定受力是有罪的 不只关于他自己的有罪判决 也关乎说后续的这些猎人 那他们到底能不能够 比较安心的去做狩猎的行为 而不是说可能又碰到像王光路的情况 他也是会被判有罪 不是每个人都跟王光路一样那么幸运 他其实就非常的 阿沙利的就决定说 我们要继续来走这个非常上诉的程序 这是个法律原则的问题 因为这个个案还有以后很多的案件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经过法律来做出一个原则 让以后的案件多所遵循 最高选家署基于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的分权优位原则 我们认为应该以核线解释为优先 同时司法也应该要与时俱进 进行判决的时候 对于立法者的争议 我们也必须探求来符合社会的脉动 所以我们就本于公益代表人的立场 对这个违法但确定的判决 提出的非常上诉 2022年检查总长邢泰昭 在为王光露提非常上诉 两年后最高法院改判王光露 无罪定验 你看我那个律师专程跑回来 送我这个判决 那个时候听到说无罪 我心情又更不一样 那个时候当然是男人是不会 不会随便掉眼泪 但是里面就是已经在地了啦 但是不会被人家看到了 在心情上非常的高兴 刚好我妈妈不在嘛 刚好还有相片 还有我内人刚好都有相片 我就直接说 律师把我的罪变成无罪了 也要感谢你们 妈妈还有我的内人 你们也不要难过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变成无罪了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了这样 我想这个最直接的意义 其实就是让王光露大哥 回复他的清白 他从一个英雄变成 中华民国法律下的这个罪人 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冤屈啦 最高法院在这次案子里面 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们认为他有去正确理解 原住民狩猎的文化 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去解释自制猎枪 并不以原住民自行制造为必要 也没有所谓 过去法院说必须要依 他的文化去允许制造的方式 没有 基本上我们就是保障 原住民持有强职去狩猎 当然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来源不管是谁 基本上这个狩猎的原住民 持枪的权力是被保护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关于保育类动物的部分 他也说了 在我们原民狩猎文化 并没有办法去事先挑选动物的情况下 你将它限制在这个保育类 其实是跟它文化是相违背的 最高法院法官认为 王光路猎道的保育类动物 长宗山羊和山羌 是供家人食用 属于非引力目的 且是基于传统文化之需要 所以不受野生动物保育法 第18条第一项限制 认定无罪 这个判决更大的意义是在于 扭转了过去 长期以来法院对于原住民 狩猎的一些错误的法律见解 过去这些错误的法律见解 其实是会让很多原住民担心 会被国家追溯 会坐牢 所以他们可能就不太敢 上山去从事狩猎活动 这样子一个判决的结果 其实是可以让 未来的更多的原住民年轻人 愿意去继续从事狩猎的活动去传承 好不容易延续几千年的 这样子一个狩猎文化 对本案的被告王光路先生 还有广大的原住民相亲来讲 就是宪法征修条文 还有相当于宪法地位的 原住民基本法所宣述的 要保障维护 甚至于说要透过相关法律 来协助发展各种原住民基本权利 比如说本案 王光路先生所涉及到这个狩猎权 这个就不会只是个口号 也不是只有宣誓性的效果 而是透过法律跟立法 来真正的得到落实跟保障 从司法诉讼到特殊救济 王光路走了十一年 才终于有了完美据点 但还会不会有下一个王光路呢 这个判决更重要的是 它去补充 或者是再进一步去阐明 4-803号解释的一些内容 补充的这些内容 其实是可以作为未来我们的立法机关 或者是行政机关在制定相关规范 或者是拟定相关机制的时候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参考的内容 包括我们现在立法院有在讨论修正 野生动物保育法 或者是内政部警政署也在拟定枪炮 管理的草案等等 不过律师也认为 很难透过单一判决 就能180度扭转现况 至少最高法院法官 对于案件的解释与恶理方式 可以让之后的法院 遇到类似案件时 作为参考与标杆 另外判决中也难看见 法院更愿意从原住民的角度与观点 而不是以其他民族的角色 来看待狩猎文化 原民文化与现行法规之战 还在继续 如何从中找到平衡点 也成为立法与行政机关的 重大挑战 你好 也是猎人 猎人 都是猎人 和亲朋好友坐在田边的沟寮里 一边聊天 一边看着绿油油的稻田 享受早晨时光 这种轻松惬意 无罪一身轻的日子 王光路等了十一年 幸好最终 让他盼来了迟到的清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